假设新冠做不了疫苗 会怎么样 最早的黑死病 包括甚至一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 等等这些都是没有疫苗 没有疫苗靠什么 就是靠自然免疫 自然免疫的代价是什么 大量的死亡 一旦传染病流行的时候 疫苗一定是紧缺的 OK 理解吗 疫苗一定是紧缺的 我们发现的病毒千千万种 人感染病毒那么多 能做成疫苗的只有几十种 艾滋病感染人多少年了 也没做出疫苗啊 最大的恐慌是 我们不能够成功的疫苗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力量 我们未经过过疫苗 可能雨后有的时候 可能不长时间 不止之后 我们下痘症下时间 是因为疫苗 并不会被继续 由于我们知道 防疫苗 滋杆病毒的 受伤症 未经过 COVID-19, there had never been a successful vaccine to counter their spread. In those dark days in 2020, a few talented researchers was all that stood between us and imminent disaster.